对对对 现在终于我们现在终于拿到票了 现在我们要赶往绿岛了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终于等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今天原本都是会很失望的 因为要等到明天 因为妹妹车子来了 反正是买了这么多芒果 还是要拿 小心小心 好好好谢谢 有老人的话还有特别的 有老人就有这个车子吗 是吗 老人才是有坐车 那我们呢 我们上车 我们上车 那年车才正坐车 我们都在你面前 不爱坐结伯车 真是太好了 好激动哦 热火朝天 心情也是汹涌平澎湃 太激动了 终于终于 可以说传了 但是目前我担心的是晕车 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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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老人家才有的 前面坐两位 好 后面坐三位 好这样就可以了 一二二小 一二二小 来 来上车 有了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结果车 真是太好了 对啊 非常担心了 我们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明天了 那意外了意外惊喜 意外惊喜 意外惊喜 嗯 等一下我停了 再开门啊 好 好了下车 来来来来 走 走了登船了 登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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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去外岛咯 哎呀 过得了了 你登那个船 登那个船 你看到船就登了 你要啊 火热 热情是火 哎呀我的妈呀 火热情是火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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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不过说实话 今天真的有点热 现在没有风啊 火热情是火热的 好多人的 我不知道 妹妹他们在前面 我们就在这里好了 妹妹 妹妹不是说后面不会晕吗 随便 后面我爸有一个位置 我想说坐地上都无所谓 我怕晕车 我很怕晕 不可以 好了 挑战一下 坐前面看会不会晕 哈 我真的很害怕晕 真的走不走 这时候就有风了 有对面的都说 从来没走过怎么拉扯 你有箱子啊 箱子啊 放后面后面 后面后面 后面 我很关心 从来没走过怎么拉扯 实在不行 我就坐地上 我的蝶子 脏一点没关系 我很怕晕车 很糟糕啊 很怕 好心 很严格 哇 那那个开车 直接就帮我送你这个 不是 不是因为 个服务才是太好了 哎 它是因为你们是老年人 老年人 然后这高气的看 他一开了 对对对 把车帮我送你这个 结果我们来的时候 都已经坐满了 嗯 坐满了 都都 都 都不打合照坐 我们坐也是这一下 嗯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开车了 那天呢 摆得很哼 我来摆得很哼 有 开车了 你不打车了 嗯 在一边你看 看啥的 去一道 我们到另外一个岛 我们上海台湾 到另外一个岛 叫绿岛 嗯 嗯 期待了很久 就这么 走 樓下已经坐卖了 我们选择12楼 但是可能想说坐后面的 后来想一想 前面有位置 我最担心的还是运车 现在我们坐在前面 就试试看了吧 好快运车 大家觉得我会运车吗 有用吗 狼狈 我快罢了 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我觉得我快死了 什么叫度日如年 今天有体会到 我觉得我再也不要坐船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爸在前面吐 从头到尾不敢睁眼睛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满脸都是泪水 但是我不敢睁眼睛 我又想吐 又想拉 又不敢动 我躺在我妈的脚下 真的快挂了 不见了 真的 哎呀我发誓我不走船了 不要说就做开放的 这风景一定受不了 真正是招追啊 我不敢睁眼睛 必须也救不了我 妹妹就是懂得的 她就是肚子上贴了一块没有用 我现在就期盼了 快点下船 我们就像我在狼狈的一刻 我从来没有这么拿冰锅 真的 我再也不做餐了 哎呀 哎呀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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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快挂了 真的我不骗你 你 我觉得我这是从死亡那个 鬼门关走了一圈了 我真的是度日如年了 不是啦 回来千万不要坐二楼了 就一楼坐在厕所旁边了 我又要拉 硬边回去 我又要想拉 又要想吐 嗯 本来吐就想拉去 嗯 她也不想吐 她也不想吐 我 我听到周围的人都在吐啊 他们都在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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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浪没那么大 上次来的时候 以前来的 我就说你们自保啊 我管不了你们了 我父母都不要管了 我自己都管不好 我真的哦 我父母都管不了了 我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 我只知道我爸在吐 我妈她是不会吐的 是因为她听到我吐 她就会吐 对 我妈因为她不喜欢呕吐 只要看到别人吐 她会吐 所以说因为我吐 就影响了我妈也吐 其实我妈不是晕船吐 她是恶心的 看到我女儿太恶心 哎呀 不应该到二楼啊 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走这个船 现在我吓得你 你走我们都走 危险 危险 危险是不会危险的 还就是太 你看我这一辈子哈 啥也不晕 就偏偏就晕船 做梦都没想到会晕船 还好妹妹一个人不晕船 妹妹你一个人不晕船 我还好 对啊 就你照顾我们呢 天呐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是什么样子 有多么的狼狈啊 我只是在都日如年 数着秒 秒再过啊 分分秒秒啊 天呐我受不了啊 我当时在想啊 还不如挂了算了 直接那个 掉到海里面 说不定还痛快一点啊 啊 我不会出汗的人 就整身汗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我好咯 我还汗得了 我这样让给人 汗给我们家提 少见就 好了 简直是堵截啊 嗯 堵过一截 今天堵船 等着我到 沈风 破浪往前来行 风大浪高 穿肩薄 一片瓦身 沙子线 口鼠碑目 心转粉 哈哈哈 好了下船了 也不是 后来想说 我听到周围的人都在吐 我想说啊 原来都跟我一样 怎么这么个鸡蛋啊 现在下了 下了 这里 到了 到绿岛了 冒着生死来了 好 好了 现在下船就好了 为了到绿岛了 真的是 经历了九死一生了 啊 现在终于舒服一点了 哎呦 我的个妈呀 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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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镜也断掉了 你看 我啥也顾不上了 我的墨镜都断了 看吧 我再还没下完 你怎么上啊 对 先下后上 先下后上 他们会的 对啊 对啊 而且台上不是不来的 我也不来了 真的 黄手 昨夜了 我左尾子都不说尾子 好了 去去海方 开心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终于来到了绿岛 帽子九死一生了 我人快挂了 现在精神要恢复一点了 我现在看到他们 要上船的人 我都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了 我妈说以后不要来了 超级后悔啊 我在船上有多么多么的后悔 你们知道吗 哎呀 其实我一上船 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我就很后悔 我就想说我再也不来了 靠中间一点 靠中间一点 很痛苦 待着幻想出发 待着梦想出发 待着梦想出发 结果一上场 我真的后悔了 我不骗你们了 我很怕 我真的很怕晕船了 我之前晕过船 我很痛苦 好美哦 现在看她这么美 然后又不后悔了 我们五个人就倒下去四个 妹妹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愧是医生 还好有她照顾我们 我的个妈呀 现在雨过天晴了 看到这美丽的景色 又不后悔了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现在我们在住宿的地方 等待就是进去休息 刚到这里之后 然后就接到通知 明天是没有航班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绿岛待两天 原本是计划是住一个晚上的 但是现在的话要住两个晚上 因为明天的风浪会更大 来自走安自吧 怎么说呢 这样生了一场大病的感觉 现在我在床上躺平了 我觉得身体都被掏空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 现在回忆起来 我都还有点后怕 我爸都还没缓过来 那种感觉 就是骑虎南下 你内心就想要 要么停下 要么到站 要么折返 都没得选择 你就只有咬牙 坚持 分分秒秒 都是在坚持中度过的 还好没有很长的时间呢 如果说几个小时的话 真的会崩溃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我比别人更痛苦 但是我听我妈说 隔壁的好几个人也是一直吐 我想他们也没有很轻松 只是人家没有表达出来而已 我也没有去采访 跟你们讲 现在住进房间之后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 就是说人 全身没力 刚去洗了一个澡 想要舒服一点 头外我用热水烫 但是还是没有缓过来 身体不好 然后我爸是缓过来了 我妈是还好 我妈在那边躺着 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妈在干嘛 然后我爸在洗澡 看一下这房间 现在妹妹出去租摩托车了 因为只有她一个人 是处于健康状态 没有吐 我们几个都倒下了 所以说很多事情 都是妹妹亲力亲为的在跑 她的身体很棒 精力也很旺盛 多亏她 然后稍作休息的话 我们就去找吃的 吃晚餐 吃了晚餐 今天可能要休息一下了 没有办法去玩了 所以说明天在 精力旺盛的时候 再拍给大家一起分享 我妈还在说 这是我们住宿的地方 在楼上 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我妈看到大海之后 她现在后怕 她说千人百人的 她说还过来 哎呦 那小伙子站那么高 你要小心哦 他站那么高 因为这风浪很大 然后我们在船上那个 高矮高矮 所以说我们才吐得那么厉害嘛 我到现在都还头痛啊 我现在在撑啊 因为我爸他不要出去啊 我们先去买吃的 洗了澡出来哈 买些吃的 我爸他很难啊 他不想出门 然后我妈 还有妹妹 我们三个出去走啊 哇浅水 浅浅浅浅300 对 浅浅浅300 浅浅300 我们去了解 我是浅浅过了 但是还是想要我爸妈他们 都很亲自体验过嘛 因为七十几岁了 他体验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说我也希望说 他们体验一下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头昏脑胀了 到现在没有缓过来 就希望今天晚上哈 睡得饱饱的 看明天 看明天状况怎么样 但是我们这一次要在这里待三天了 因为明天是没有回程的船的 因为风浪太大 那好了 到时候去买吃的 好 谢谢 打卡一下 打卡一下 一路上我们都看到这种深浅的 氧气瓶 然后这边是大海 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在这个绿岛上面 反正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 你平时感受不到的 它这种地方 就适合那种夜生活呀 那些 露个串儿啊 然后喝点啤酒什么的 绿岛办手里 哇 我还没有发现呢 露的小屋 好可怜啊 不天天说了 看一下这种小屋 是不是挺有感觉的 多有感觉啊 你看看 看一下哈 好舒服哦 这一路这样走 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爸哈 他不出来 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还有明天 我们后天才离开啊 它类似哈 你这走在这大街上 跟那个肯定 有那么一点一点的感觉 当然比肯定那种感觉 就还要好很多 但就是你在这个岛上啊 你自己也感觉 你在另外一个岛上 离岛 小岛上面 就悠闲的这样子光着 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 那特别有感觉 这种感觉的话 怎么说呢 自己来找吧 太舒服了 明天早上哈 可能要带我爸妈付钱 在泡面这里停留下来了 吐了之后哈 也想吃点有味道的 但是又不想吃肉 我就想要吃一度蘸 但是又不想吃肉 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素一点的 妈你也不想吃肉 我妈说她不饿 吃素一点哈 嗯 不想吃肉 都不想吃肉 我妈说她头还痛 还有饭团 还有饭团 还有芒果 只有吃个大小的东西 我去看着大小还挺 好了 简单的晚饭就开始了 妈妈快来吃 吃了睡觉 明天早上八点浮浅 跑到绿岛来吃泡面 不知道吃什么 因为人不舒服 晚上本来不想吃肉 看了半天 我本来想要买板条的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人家开始刷锅了 想要买 我说买几碗素板条也不错 或者是青州小菜也不错 没有了 不好买 然后最后就饭团 一人一个泡面 一人一碗 芒果一人一颗 这个芒果是全台湾最出名的 那个什么地方呢 忘了今天我们去 对路边买的 妹妹说这个芒果是全台湾 最出名的芒果 我爸在台湾迷上了芒果 纯粹是迷上了 成天都惦记芒果 还有跟那个凤梨啊 这两样啊 那个那个什么 嗯 火龙果啊 超级甜的火龙果 它它没有多大兴趣 荔枝也没多大兴趣 桃子也没多大兴趣 目前它就是芒果跟凤梨 这两样 你都不理我 你看 我说多忙 好过瘾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 我酝酿一下要睡觉了 期待明天 好了 期待明天更精彩哦 太困了 拜拜 拜拜